今天我们来完成客户爸爸交代的作业 替他嘚瑟一下他刚买的这台卡焰 重说啊 替他嘚瑟一下刚买的这台卡焰Turbo 这个力度客户应该能满意了 我们这台车是2011年上买的卡焰Turbo 4.8T 里程只有区区8.1万公里 因为使用强度太低 所以价格跟那种20万公里的车员自然不好比 它的成交价有33万多 其实在意这几万块钱的高高低低确实意义不大 当年新车裸奔也要215万 选装加购置税 反正都是亏200多万 谁在意到底亏二百几十万呢 和二手市场常见的其他老卡焰比起来 这台车最大的特殊之处就是里程少 橙色型8.1万公里 对于很多卡焰车历来说 可能就是两年左右的里程 所以万一错过的话 那就真拍断大腿了 买下这台车的客户想法 我估计也差不多 他无意中在小程序里扫到这台车 就找了个自己无法拒绝的由头 把它给买下来了 他找的理由是送给父亲做生日礼物 因为看到车的那天 正好是老爷子过生日 果然孝子头上一把刀 割肉效果拔群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 经常给我父亲买礼物 只不过我给我爸买的 十足鸟 招相机 自行车 紫砂壶和改装排气 因为他家里实在放不下 所以就都放我家里来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台车是黑色的外观 起面很亮 但其实刚到电时 车身是磨砂会的天魔 连大灯都被哑光膜伺候上了 前车主以为这样很酷 但真实效果就是灰头粗脸 撕掉膜再简单洗个车 差不多就是现在的光泽度了 也是因为撕了膜的原因 他现在尾标还没有被贴上 等后面照上透明车衣再说 大家不用担心屁股没字 我们就认不出这台车了 实际上这个大号轮毂前六后色的卡钱 都是身份标志 懂的都会懂 不懂的 你就把turbo翻译成中文 他也搞不懂 内饰是少见的浅棕色座椅 配深棕色阿肯塔拉车顶 配上桃木式版 视觉效果还是很庄重的 我们能看到仪表台上有直北针 有翻盘加热 底盘高低 阻尼可调 并且有中插锁 前排座椅还有通风加热 后排也有加热和独立的分区空调 而且无论哪个细节 这台车的橙色都很棒 的确像8万公里 听起来非常的吵戏 而不是像11年车龄 听起来那么的讨厌 4.8T这个车 算是保时捷家族快头很大的机器了 即便是卡燕这样的车 机舱也只是勉强放进去 而且我觉得 如果气缸甲脚再大一些 估计连这个车也进不去了 和现在的发动机很不一样 这台4.8T还是个大钢径 短冲程的结构 更加擅长后乘发力 扭矩输出不是强项 但是保时捷 依然把它做到700牛米的峰值扭矩 升功率也超过75000万每升 以2010年前后的基础水平来看 已经算是开外挂了 而至于开起来到底怎么样 我建议大家 先从4.8自吸的卡燕S开始体验 直接上Turbo 的确有点跨度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